王力宏爆發離婚後 從大陸返台入住防疫旅館 進行隔離 也傳出他已經做完裁檢 原本最快在25號晚上 他就可以離開防疫旅館 返家繼續進行7天居家檢疫 和7天自主管理 因此當天晚上旅館外事 吸引大批媒體在現場守候 要捕捉王力宏離開身影 他還疑似侵犯店送飲料 給現場媒體 當時還發生小插曲 有一台防疫計程車 載著一名旅客離開 媒體以為是王力宏現身 引發騷動 是他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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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各位 各位 稍微 直接開 直接開 你不要動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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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車子會下去 不要動 你不要動 糟糕 車子會下去 大批媒體一擁而上 差點造成計程車往後滑下車道 最後是烏龍一場 坐在車上的不是王力宏本人 雖然他所屬的音樂公司表示 他會在旅館待滿14天的檢疫 不過根據了解 王力宏在26號上午11點前 就必須離開防疫旅館 間接打臉住滿14天的說法 恐怕是想用吊虎離山之際躲避拍攝